可能你做〇〇生意 那個月就能賺到二、三十萬 停車位、巴士站 都很影響我們選一間店 不是每間店都可能申請到牌照 不如他們有沒有〇〇 歡迎大家收看 《投資面面體資老闆嫁到》系列 開餐廳大家都知道地點很重要 選一位可以說是贏在起跑線 當然還有租金、人工、食材、成本 等等要計算 到底怎樣才可以選一位 以及應該怎樣計算呢 今天我就會找這位飲食界投資達人 在之前記得訂閱、Like和Share 還有按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 工商店最貼事的資訊 今天邀請來的重量級嘉賓 在飲食界打滾了二十年 是多間著名餐廳的老闆 亦是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的會黨 Martin跟我們聊聊 分享他的生意經 Hello Martin Hello Hello Yen 你好 大家都知道 其實做生意來說 地點十分之重要 其實有沒有說 同一區 其實一條街 街頭和街尾都差很遠 生意額都差很遠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覺得應該怎樣去選一些舖位 怎樣比較適合呢 其實一條街和街頭、街尾 一定是很大分別 因為本身每一條街都有特色 或者是公共設施 或者各方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 相對來說 可能我們有一些叫陰陽街 或者是一些停車位 巴士站 高馬路位後 導致一些人流去走過來 或者是走去走了 都很影響我們簡舖 所以我們在柬埔那方面都比較細心 或者是甚至我們是可能在一個月之前 可能我們每天都可能去 早上早上要去看 下午、夜晚或者假期 看看一些人流、收放工的時間 那些人是怎樣去走 或者是我們的食物種類在那區 是否適合 都是我們柬埔一個很大的原則 都很多學問 好像選樓一樣 早五晚都要去看看 其實定位 或者是初步的計劃 在那區 我們要看看同區類型的鋪的種類 多不多 鋪營、租金、人流 或者裡面可不可以做一間飲食鋪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申請一個食物牌照 不是每一間店都可能申請到 所需我們需要的牌照 譬如他們有沒有後門 有沒有潛建 或者是有沒有煤氣 有沒有水電 電都是一個可能很大的學問 有沒有足夠的電可以支援到 我們本身餐廳裏面 可能有一些煮食的工具 要有需要需求大一點的電量 其實可能很多較為舊式一點的 電店都可能未必供應到 其實如果聽你這樣說 會不會選一間 可能是現在本身做食屎的 會不會是無論是裝修 或者是申請牌照上面 都會容易通過 當然可能需要給一些費用 你會怎樣選擇呢 經驗沒那麼足的人是絕對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是在頂手的過程裏面 都需要留意一些大家頂手裏面的條件 或者是那個費用是包括什麼 身材工具、牌照 或者是某些特別的條款 大家要談清楚 和合約上大家都要說得很清楚 和都簽得清楚才可以去做 因為很多都是有些出入的時候 到有些初初出來投資的做飲食的人士 可能反而窮身去申請 更比較容易一些 但也知道你自己本身 都比較多中式或日式的餐廳 你自己選擇店有沒有什麼心得 其實我們去申請店舖首先的條件 就是你去想你的生意的消費群 是一些年輕人或者是一些中產 或者是一些較為街坊生意的業務 所以我們因應所做的日式的居住屋 選擇就是年輕人多交通便利的旺角 就是我們的選址或者简舖的地點的首選 其次就是看租金 其實現在來說我們一般食肆 當然多數都是想做在地下地鋪 是比較有一個優勢 但相對來說租金亦都是比樓上鋪 可能高出一次兩倍 所以就說可以找一堆靚舖 而租金有合適的 這樣就我們會選擇地鋪 如果我們覺得地區或位置很好 而有一些樓上鋪亦都很低租的 我們都會考慮樓上鋪 尤其是現在例如近10年8年 香港銀座式的食肆大樓 他們本身的裝修漂亮 下面廣告招牌都做得比以前已經進步了很多 所以現在你可能見到一些旺區 或者是銅鑼、旺角、漸沙坠 你都可能印象中很多 一棟棚的食物居多 或者是醫療 不是醫療就是食肆的 商業大廈的銀座式的模式出現了 做生意當然要懂得計算 坊間也有一些方程式 教大家如何做生意和計算 例如一些租金、人工 或者一些食材的成本等等 你又覺得投資 例如一式餐廳 你覺得投資的比例是多少適合你 有沒有甚麼建議 其實建議我會覺得 例如初初投資 例如想做單一飲食的時候 首先你要計算裝修成本 或者找一些相關人士研究 例如你想後裝 即是截劍車去裝 或者是本身你想怎樣裝修 我們首先要計算裝修成本 我想其實一般我們計算一千尺套為例 我想平均我們裝修都要差不多是一百至二百萬 也都可能計算三萬一相 我想開業成本一間普通的食肆 我想都可能要二百至三百萬 那我就勸喻譬如一些新投資 或者是較為經驗不是太足的 預留多一些早後期的流動資金 而去做一些推廣 或者是一些機會賣高霸 或者是一些可能時間上 未有人認知你的店鋪的時候 你去有一些有足夠的資金 去守住這間店鋪 去慢慢發展 守業來說之後都很重要 所以都要準備一定的流動資金 但是大家最關注 做老闆當然是想賺錢 剛才提到每月的租金 人工 食材 其實應該怎樣計算那個比例 多久才可以回到本 或者之後你覺得月入可以有多少呢 其實我們一般來計算做一間新店鋪 或者是做一個新的另一個業務的時候 我們計算一般會本期是兩年至三年來 如果out of 這個時期 其實那個投資也都可能已經叫做 不是那麼理想 那也都譬如都要預算過了這段時間 我想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都有我們總的營業版本的營鋪 60%或1%至15% 是那個月的收入度 其實如果有生意來說 利益其實都不差 可能你做一二百萬生意 你那個月就可以賺到這三萬 但是最後我們都要總結一下 如果想做飲食業的朋友 剛剛入行的話 做生意的話 有什麼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 或者易金流需要準備的呢 心態上都要 你預算了 其實資金上真的要充足一些 還有一個心理重要就是 真的要很長時間 可能你要在一個店裡去管理 或者是別人去玩的時候 你都要在那裡去看主間店 或者是有時候有些員工 丟通性 都可能 什麼位都要去協調 或者去處理 所以飲食是有它當中的樂趣 但是本身如果有些新入行的人士 真的建議他可能要擺多些時間 還有減少自己的私人時間 才好去做 或者去考慮入行 因為飲食是真的長時間 不是營業時間 你才是有人在那裡 我們一般開業時間前兩個小時 要準備食物 那收舖後的一個多兩個小時 可能要埋掃、清潔 或者是做一些今天之後 就是營業完之後 所需要做的事情 那可能 開舖、三舖、睡覺 開舖、三舖、睡覺 可能就是不斷的模式去做 當然有一些可能 你們可能想著 會聘請到人 但是我都會給個建議 都是力不道不為財 都是要親身去看多些 去理多些 或者是跟員工合通多些 那才我想都可能 攔低失敗的機率 好啊 今天也很感謝Martin 跟我們談了這麼多 令我們也學了不少東西 不少的生意經 還有呢 最後了 答謝大家看到現在 所以跟大家謀劃點福利 現在只要訂閱中原工商店 YouTube頻道 和Follow明日花居酒屋 Facebook和Instagram 就即時享有九折優惠 又或者每滿200元 再減50元 這個優惠去到今年6月30號 兩個優惠是任選 以折扣較多為準 好 大家記住把握吃好東西的機會 不要錯過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